近幾年 台灣的馬拉松路跑心情 也帶動起了 全民跑起來的運動風氣 那麼國內的金控公司 把這項運動結合環境一體 一同倡議二零五零近零碳排 參加路跑的民眾 還可以把過去舊的運動衣 拿過來回收循環再生 那麼現在甚至 把這一項活動 運動 帶入個人的生活當中 透過線上路跑的運動 讓全民能夠一同參與 跑滿四十公里 金控公司就會幫你種下一棵樹 那麼現在是成功的 在全國各地 種下了超過七萬棵樹 也讓民眾了解了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 這裡是中都濕地 隨著鏡頭從高空俯瞰 可以清楚看到 位在柴山山路旁的愛河之流 蜿蜒流行在高雄城市當中 沿岸自然景觀豐富多樣 白鹿絲輕巧漫步 一彎流水映襯著兩棵紅樹林 我們往中都濕地的深處走去 經過了一座座的吊橋 來到了濕地的中心 這裡有一群人 默默地在艷陽下 揮喊整樹 我們今天會種草木跟灌木 等一下我們灌木會種在這個七塊 還有會搭配草木一起種 這個是山琵琶 山琵琶掘果實的時候 是對鳥類非常喜歡的 佳肴之用 我們原則上會營造一個 森林層次的一個變化 它有樹冠層 也有一些比較低矮的灌木層 這樣 中都濕地公園 它主要是紅樹林的植物 跟海岸植物 後來我們艾中樹協會 因為互邦的關係 進來這邊開始 我們原則上已經開始選擇 台灣平地跟低海拔的植物為主 這一棵是珊瑚樹 珊瑚樹 滿多公園會種的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果實 都紅色的 而且量滿多的 所以有些人覺得很漂亮 所以柴寶它叫珊瑚樹 它有一個名稱叫山豬肉 就是因為葉子很臭 有一點 豬肉味 真的 真的好濃 那個味道很濃 植物 可是其實聞久了 其實是香的 這一棵我們叫土蜜樹 未來種這種樹是 這種雖然在台灣的低海拔 荒地很常見 但是我在中都這邊 沒有看到這種樹 解果實的時候 對鳥也很喜歡吃 尤其是白桶 它很喜歡吃這個植物 我發現那個總開始 應該很喜歡鳥類 你種了樹的話 你都特別講到說 這個其實是哪一些鳥 他們喜歡吃它的果實 然後哪一些鳥 喜歡棲息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說 要引導人們進入大自然 鳥類是一個很好的媒體 所以我們要先種樹 然後能夠吸引這些鳥類來棲息 大家也可以融入到 它是整個的白桶 好 那我們可以開始做樹 OK 我們來討論一下 好 那我們就 全種種 我們除了補種一些台灣的 延伸樹種以外 這邊有很多外來種的干擾 可是比如 最常見的就比如 現在在我正前方的銀河環 蜜蜜麻麻 全部都是銀河環 所以就表示它非常強勢 可是它把延伸的植物的 棲息地都占記了 給你看到那個銀河環 為什麼那麼 對 銀河環為什麼那麼強勢 最主要它的種子 有沒有看到 它一打開來的話 全部都是它的種子 這些種子的話 一旦落下的話 它其實就馬上都生長出來 你看這全部都是 我們在這邊種 我們對這種很強勢的外來種 我們會把它處理掉 然後再補種一些延伸的樹種 這一棵是台灣次蘭 我們這個地方我們叫土球 對 可是我的洞要挖多深 它的寬度會土球的兩倍寬 深度也是兩倍 用這樣的一個洞來種 可能會對它以後的成長 比較好 深度兩倍 對 我們可以先再埋 先埋一些土回去 這樣可以 這個就可以把土撥回去 撥回去 對 因為南部的太陽很大 它加這個石板最少可以保持 它的表土比較潮濕 割可以抑制一些雜草的成長 我們還會再立一個竹竿 立這個竹竿的目的一樣 因為竹竿的顏色跟 一般植物都是綠色的 你立這個竹竿它顏色不一樣 它們在割草的過程中 就看到有一個竹竿就知道說 那邊有一棵樹 它們在割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就是後續的在維護方面的話 它其實也能夠確保這個大樹的話 它可以好好的生長 所以等一下 它們會做一個澆水的動作 因為像中都這一塊 它們標榜的是一個生態島 就像剛才大家 你們走進來的時候 過那個橋 你就會發現兩邊的世界不太一樣 這邊橋也是生態的一部分 對 沒有錯 你不管是過去的物種 或者是說現在台灣原生種的物種 或者是外來的物種 其實在這邊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種下的每一棵樹的話 它其實代表著很深種的一個意義在裡面 你們這種整排 一掛過來整排 對 那個裡面的 大概兩米左右 那些樹都是種的 你看這一片 全部那個有立竹竿 那個全部都是它們種的 這個也是你們種的嗎 對 這現在已經比人都還要高了 這種了多少年了 這個是三年 這個是黃金 這個是延伸的 它是很重要的一個蜜鹽植物 它在這邊開花的時候 就有很多蜜蜂在這邊 其他的花蜜 你看到這一整片的話 其實都是它們過去所種的 這一片的話 大概種了多久的時間 目前是第三年 剛好是我們跟富邦 還有高雄市的養工處 大家一起合作 第一次種就在這個地點 所以走開市現在看到這一片樹林的時候 它其實是充滿著喜悅的 因為有成果出來可以看得到 這邊離高雄的一個 綠色瑰寶很近就是柴山 我們講的生態廊道 如果你把中都這邊 比較營造更多樣化的一個 生態環境 我覺得可以讓柴山跟中都這邊的 生物它有一個連結 也可以看到具體的成果了 很棒 艾種樹的總幹事林慶喜 這幾十年來 以各地的資工們 以及企業團體 默默地為台灣種下了許多樹 每一個標誌都是一個期盼 你今天都沒有種的話 以後你的後代都看不下去了 隨著全世界對環境議題的重視 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生存 不僅至關重要 對企業的永續發展 也是一大挑戰 從2022年開始 生物多樣性的議題 也成為了永續指數編制 和評鑑機構 用來評估企業永續實踐的準則 從2015年開始的話 我知道富邦也陸陸續續 投入到了ESG環境有序的議題上面 具體上面來講的話 富邦是怎麼做的 好的 其實我們在2021年 又有重塑了 我們ESG願景工程的策略 從原本的六大策略 聚焦到四大策略 包含低碳 數位 激勵還有影響 因為其實現在氣候變遷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又聚焦低碳的部分 推動了一個 RUN FOR GREEN的奔向綠色的計畫 這個奔向綠色的計畫 可以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就是我們的核心職能的部分 就是金融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2030之前 可以達到投融資到2.9兆 還有就是我們在離安風電 我們在路上風電的部分 我們在城堡以及壽性的部分 也在台灣 也是一個很大的 占有一個很大的比例 在非金融的部分的話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營運部分 我們希望在2040年 可以在全球的600多個據點 都可以使用綠電 還有就是你熟知的 我們也有推動RUN FOR GREEN 植樹減焊的計畫 這個部分就是結合 我們所贊助的四大馬拉松 還有一些新增的賽事 只要跑者參加四大馬拉松 累積40公里 我們就會為跑者種下一棵樹 我們在今年也開始推動 全民線上跑的活動 知道四大馬拉松的話 其實參與的民眾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每一年大概有8萬多名的跑者 參與四大馬拉松 當他跑完馬拉松之後 跑者都會到網站上查生機 查生機的同時 就可以看看自己累積的公里數 有多少 處長 妳自己有沒有參加 我當然有參加 我看妳跑幾公里 真的還假的 真的 看一下 真的 我現在是26.44公里 妳快要累積到可以種一棵樹了 妳26公里 可是我現在是2000多米 很有趣 它還可以排名對不對 因為我們推動Round for Green 三年以來 我們也聽到很多跑者的心聲 他們覺得說 除了就是專業的馬拉松之外 在自己平常的練跑 是不是也可以加入 所以我們在今年也推出了 Round for Green 全民線上跑的活動 透過這個線上跑的活動 你只要有穿戴裝置 例如說有Apple Watch 或者是GAMI的手錶 你就可以把你的成績 把它上傳到這個網站上面 就可以開始累積你的跑量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馬拉松賽事的結合 來讓簡潘一鼓主流化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種出一個樹苗 種出一棵樹 想像一下我們是一個樹苗 所以我們先把一隻腳伸出來 腳尖朝上 雙手先游下慢慢的扎 慢慢的往上 進行伸展 好 我們接下來 這間晚上在台北市的街頭 我們看到的不是來來往往的車槽 而是一群熱愛運動的人 聚集在仁愛露堂的廣場上 出示證明 看一下你是不是 OK 拿這個一圖點的 謝謝 謝謝 好厲害 好厲害 這次的城市夜跑主題是 Round for Green 除了跑者跑滿40公里 富邦幫你種下一棵樹 上面有寫嗎 報名參加的跑者 現場還可以領到一棵種子 活動的每一個細節 都倡議著生物多樣性的 有趣的念 你可能對這個城市不熟悉 可是你因為跑步 你認識了這個城市 同時間你認識旁邊有趣的人 因為我們希望所有的跑者 像是這個城市的藝術品 去點綴這個城市 讓這個城市人 可以感受到一個不一樣的希望 當跑者 跑來這個城市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很像是在舞蹈一樣 對 我們希望讓所有的城市人 可以互相認識 第一手守護住我們的地球 好 來準備囉 漂亮 加油 我們在守護地球 我們在守護地球 加油 謝謝 加油 加油 那你這樣子 走過跑了多少重嗎 其實我這幾年累積下來 應該算是 如果這次到嗎 應該算是120公里 但我實際種樹種了兩棵樹 我種了 我用80公里我去換兌換樹 所以我種了兩棵樹 我就自己有種在 像是在紅樹林 跟台南的那個台湘國家公園 其實透過Rumpel Green 在沙州來去建種樹 來去將這個海岸線設置好 其實是可以維持整個海洋的生態的 包括它海平面的生態 因為那邊 還有大家所熟知的黑面皮露 然後紅樹林嘛 對 其實透過這樣 種樹可以去讓在地那種生態 維持它的獨樣性 你們幫這一些跑者們 現在目前來講 在台灣裡面種下了多少樹 已經在八個縣市 九個植樹點 種了七萬多棵樹 那跑者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積極地鼓勵他們 來線上林樹 那目前符合林樹資格 也有六萬多名跑者 那因為植樹 我們要配合植樹地點 以及植樹的季節 所以我們都是預先把樹種好 等待跑者來臨 那林樹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可以為你的小樹命名 像主持人 如果你失去了參加 我們全民線上跑的活動 或者是參加我們台北馬拉松的活動的話 那你在線上林樹的時候 你可以叫你的名字 也可以把它送給朋友 路方山豬台灣自帶馬拉松 是 天豬舞曲 山豬的街頭路跑 YES 太棒了 所以待會兒我們要邊跑邊捐出 你過去的跑衣 記得跟你旁邊的人互相交流 真的是太神奇了 透過智能的技術 我們只要把家中的舊跑衣 拿來掃描一下 就可以快速地辨識 是否為百分之百的鉅子纖維 這樣一來就可以提高 就醫回收的效率 與可行性 這好有趣 很像家裡面 把家裡面的衣服 我都全部拿來試看看 到底哪一些是不是 開始演習 恭喜你 對 是 回收嗎 對 還要確認 還要確認 好 可以了 又進去 好 我這件事了 是 想來嗎 飛 機關的飛 飛 就醫回收的同時 也進行資源上的分類 就好醫投入智能衣物 回收箱後 氣液也將鉅子纖維 刺成舊衣循環再生 跑者們出發前 紛紛把舊跑衣 投入回收箱 接著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加油 出發 謝謝 跑起來了 你在這裡喔 各位 各位一定要隆重地介紹 是誰 是誰 欸 太平了 太平的話呢 是那個不方馬拉松的 創始元老 這次我們的話是城市入圍 對 那現在我們想要 讓更多的討者 參與這個Runker Green計畫 所以我們就是 今年4月退出了 這個潛少發明 國齡女神帶領 好 台灣其實 其實也有 20501靜靈碳牌的目標 好 但是呢 我們覺得說 其實靜靈的目標 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還是離得比較遠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一個 讓民眾比較有感的方式 來推動靜靈 也就是說 如何把這個靜靈的這個目標 把它主流化 讓民眾知道說 減碳的重要性 才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 落實減碳嘛 那所以我們就想到 我們贊助的馬拉松賽事 有4個 那這4個馬拉松賽事呢 每年其實會有 8萬多名跑者參與 另外還有很多民眾 可能會透過線上 或在現場觀看 這個馬拉松賽事的践行 這家台灣最大的 本土金融公司 透過運動賽事 結合永續環保理念 讓全民動起來 更希望能夠帶領其他企業 走向永續低碳責運模式 妳還不錯 妳後面也流什麼汗 旁邊這一位 妳流汗流最多 我是男子汗 太好了 它感覺怎麼樣 很好 用雙腳認識整個台北市 妳常這樣子跑嗎 常常 前下班也會在這邊 真的嗎 好棒 好健康的活動 好 我們要繼續跑下去了 謝謝 妳看大家都很厲害 超爽 我們一群人經過東區小巷 穿越國庫紀念館 說成大家都在開心的 暫時一次探索 最後跑出一件 屬於刺激的跑衣 透過路跑活動 響應環保有序概念 四父方長期關注的重大議題 而且還將ESG 納入公私經營策略當中 我們在2021年就推出 金融業的第一本TCFD的報告書 因為我們覺得氣候相關的 這個財務揭露 其實是達成進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那在之後呢 我們也訂定了 就是綠色金融的一個準則 希望說透過這個準則 來設定我們投融資部位的 一個高明財經營產業的 准入跟測資的標準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推動產業 低碳轉型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2022年 我們也提出了 科學基礎減碳目標 那也獲得這個國際組織的通過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投資跟融資 這個部分的一個力量 來帶動產業的低碳轉型 所以要透過經濟的力量 來解決環境的問題 那經濟的力量解決環境的問題 其實金融業就是屬於一個 樞尼的位置 其實金融業就是屬於一個 樞尼的位置